是不是有可能會成為 就是有心人的利用工具這樣 對於很多人來說是比較方便 你要有相關的一些安全上的保護措施 沒有在這個地方去 就比較不了解這個地方 原定派遇要進行的四項公投案 因為疫情的影響 中學會宣布延後到了12月18號再投票 而也因為是疫情影響的投票 在野黨也紛紛提出要推行不在籍投票 雖然不在籍投票過去已經被討論了很多次 但到現在仍然沒有進展 國外也確實有很多國家早已實施不在籍投票的制度 方法大多都是郵寄、網路、異地投票所、代理人投票等等 到底年輕人贊不贊同這個制度呢? 年輕人又會選擇怎樣的不在籍投票方式呢? 就我自己的經驗來講 因為我有身邊朋友是不同 就是還有兩個國籍的 可是變成他們會因為利益而選擇他們要不要投 就是有點被濫用的感覺 我不是很喜歡這樣子的方式 我還是比較贊成在籍耶 因為不在籍投票的話 就跟這次美國大選一樣 如果他在法律上是有所謂的漏洞可以鑽的話 那之後是不是有可能會成為 就是有心人的利用工具這樣 我覺得不贊成耶 因為就我了解 這次疫情美國大選也有用一些可能電子投票 或是紙本投票的方式 那就有出現蠻多問題的 那我覺得台灣的國土 還不到那麼的廣大到移動非常困難 所以可能 可能等這個技術或是其他國家實施 有成效了之後再開始做會比較好 戶籍地再怎麼說 就是自己的那個居住的地方 那其實 要居住久的話 那通常都為了方便 通常我覺得都會簽戶籍 但是如果沒有簽戶籍的話 換個方式說就是 可能相對起來那個 沒有在這個地方 就比較不了解這個地方的人 可能會稍微多一點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個很有可能會造成一些很多人 其實不了解當地的風俗民情之類的 因為畢竟台灣雖然小 但還是有一些文化差距的 可以可能是有可能要居住在台灣幾年 這個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不能說他都在國外或是海外 假如他今天在海外的話 他沒有在台灣生活 他怎麼知道台灣的一些 發生況 我是贊成的 但是你要有相關的一些 安全上的保護措施 我贊成不在籍投票師 但我不贊成在海外 因為我認為他還是必須要在 我們台灣裡面 我認為這是一個進步的象徵 就是因為 我有可能應對很多因素 沒有辦法回到我的家鄉 因為現在疫情的問題 所以其實不在籍投票 對於很多人來說 是比較方便 而且他們也可以表達自己的想法 不會因為疫情的關係 工商服務時間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也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絕對是電子投票 因為電子投票 我認為算是最省金錢跟時間的 我比較贊成電子 各有各的好處 那電子的話 就如果做得好 比較不容易受到干擾 那郵寄的話 可能就像美國之前發生那種 郵包整個不見 或是被人家搶走的那種問題 對 電子投票會比較好 對 因為郵寄的 像美國之前大選 因為郵寄的方式 導致很多都delay開票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比較不OK的辦法 那我覺得網路投票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網路投票 畢竟是驗證完你的身分後 就是直接投嘛 那他是直接在網路上計票 少了多少一部 票再飛過去的程序 我覺得可能電子投票 會比較方便計算跟管理 網路投票的話 可能不一定是會達到公平的競爭 或是剛才說郵寄的話 有可能就像美國大選一樣 有可能寄過去的時間 或是中間郵寄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票也可能會不足 所以我覺得 異地投票是會比較好的選擇 我認為不在一起投票 應該還是要到投票所裡面 但是你可能要事先做登記 我覺得異地的投票所 紙跟郵寄的話 可能會有中間攔截 或者是一些中間插入的控制 可能郵寄吧 就覺得郵寄好像比較好查你的真實資料 在本次街坊中我們發現 不在一起投票在國際間行之有年 但年輕人普遍對這個制度不太了解 英國、美國、日本、韓國、菲律賓等等國家 都有不在一起投票的制度 但對於不在一起投票的實施 民眾看法兩極 多受到美國本次大選過程 會亂的影響而有所擔憂 對於不在一起投票的方式 多數民眾認為電子投票是最佳的做法 也有部分民眾支持異地的投票所 考量因素都是因為安全考量 以上是這次街坊清華片段 您的看法是什麼 歡迎在底下留言 也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